模擬東京奧運對抗賽桌球賽 4號 5號在國訓中心登場 付了已經取得東奧毀雙門票的鄭宜靜 領餘如亮相 莊志淵與陳建安也以雙打組合出賽 由於有多年合作默契 也持續保持訓練 莊志淵與陳建安在模擬賽打起來狀況還不錯 跟小安都很熟悉嘛 所以哪怕沒有見面 然後球拍拿著這樣去配 感覺都還是可以 加減有一些幫助 因為畢竟我們那麼久沒比賽的話 比賽跟訓練的感覺還是不一樣 為了增加比賽強度 模擬東奧賽桌球賽 特別安排混雙鄭宜靜與林雲如 對上男子雙打莊志淵與陳建安 由於去年莊志淵 曾因為不滿部分教練 偏欣欣賞的小將林雲如 一度退出國家代表隊 也宣稱不打奧運 直到今年初才有回心轉意 重返國家代表隊 如今兩人要在場上交手 格外引起久目 想法我要打爆他們 正常打啦 我來就是磨練嘛 這麼久會比賽 正常打 尷尬心情 沒有 他要教訓我們 陳建安則平常心 看待這場大戰 但也認為 正義 靜宇 林雲如 近年參加大大小小的比賽 都有得名 看得出來兩人默契很不錯 應該會是一場很精彩的比賽 政府面臺記者鄭雲 江昭倫 高雄國軍中心採訪報導 第四節 林雲 我之前在大小的一年 soup 對 usan 吳